哎呦,这张转牌,哇,这,铜花顺呢,关键是,Nick老板的Ace铜花,竟然,欢迎来到龙凤德州,来看这一手牌啊,皮带肥一圈加注到了400,抓位的Mr.Girl,K10红桃仅仅选择了跟注,翻牌红桃有两张,不过说实在的,今天晚上Mr.Girl运气,好像是差了一点。 铜花顺牌,后卫下注500,皮带肥这是flop上直接过了吗,反手A圈一个跟注啊,转牌,草花8,牌面发的是非常的和谐啊,趁上Mr.Girl再打一枪,应该是要结束了吧,A圈似乎很难跟得动啊。 想啥呢,皮带肥,呃,也能理解啊,皮带肥总是这样啊,即便盖牌之前呢,他也得磨叽磨叽啊。 嗯?这,哇,他拿A圈直接是在T上推了出来。Mr.Girl手里一手花顺双筹,想都没想,就直接接了。 那么,哎呀,你还别说啊,皮带肥现在竟然还是领先的呀。 他本来想着一个wain打掉对手。 他肯定想不到他现在的A圈啊,还在领先啊。 这什么鬼啊,13520刀的底池,最大竟然只有一手A嗨。 来看这一手拍啊,derby拿到了一对A,仅仅加注到了300。 啊,也对啊,300刀啊,这张桌子盲住级别呢,才12时40啊。 皮带80草花根柱,Mr.Girl三哥草花根柱,来看翻牌。 30狗两张方块,哎呦,Mr.Girl拿到狗三两对,咸鱼这是要翻身了吗? 抄队翻后,继续打,应该会打吧。 你才发现吗?D.J.F。 哎呦,对啊,听到这个声音,我才反应过来啊,我说D.J.F.上哪儿去了? 他在解说席上呢? derby这边下注400,P.Def,呃,这是一个中队啊,选择call了下来,那么miss girl我觉得可以夹注了。 直接打出2400,derby后手1900刀,他需要用自己所有的筹码啊,才能跟得动啊。 终于是让Mr.Girl看到点回头钱了。 你看,我就说吧,P.Def盖牌之前呢,永远都得磨叽磨叽啊。 这一个中队是不可能call的。 6,280刀的破,来看看结果如何啊,这不能再被发死了吧。 一张Ace可以让derby反抄,一张圈或者K呢,可以提升derby的胜算。 转牌,反抄7啊,哎呀,这给到了derby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然后还发了出来。 哇靠,Mr.Girl啊,这有多惨啊,一领先就被发死啊,这还能玩得下去吗? 这就好像你打麻将啊,你一听牌别人就糊,你一听牌别人就糊,这咋玩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翻前没人家住吗?比较和谐啊,四人池。 嘿呦,翻牌两张K啊,朱莉啊,这几乎是无敌了。 三条K只敢打100,这哥们儿,这啥牌根呢? 转牌呢,一张草花6,58不同色。 站上朱莉啊再开一枪,300刀啊,游戏竟然还没结束啊,58不同色,这是有想法啊。 我觉得他可能想不到朱莉啊有K,最终合牌呢,一张草花4。 后门画面来偷,后门画面,flop上凭什么跟住啊? 特事上为什么会过牌跟住啊? 合牌打900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朱莉啊他要干嘛?他要盖牌吗? 这,我已经不会分析了,这牌估计割其他人的话应该是盖不掉吧? 真会去担心后门花吗?又或者说他在担心自己的踢脚? 这个盖牌真的是有点给我整不会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Derby枪口位90加注到了140,紧跟着4个跟住啊,翻牌好像有人拿着一对10都不加注。 翻牌A34三张黑桃,Nick老板中赛,而PDef这边呢有一张小黑桃啊,也不能算小吧。 但是头顶的大帽子还是挺多的。 Nate Hill命中顶顿下注300,三张黑桃的牌面他是真的不喜欢。 转牌,草花圈,这可是个三张黑桃的牌面啊,稳着点吧,Nate Hill。 可憐的Nate已经听了死牌,但是他还是要决定来猛打。 这个目的性也比较明确了,对手如果没有黑桃或是一张小黑桃的话,就赶紧结束游戏啊。 Nick老板继续跟下来,哎呀,盒牌一张方块A死啊,完了,这给Nate Hill套死了,Nate Hill后门拿到顶三条。 而Nick老板呢,凭借着棋手的Side3,做成了葫芦。 三千的坡,Nick老板打出了2500刀,换我可能会打得更大一点啊,因为这种牌面基本不用担心什么A圈这样的牌啊。 大家都是拎不住池啊,你凭什么拿一圈啊,对不对。 最终Nate这边应该还是要盖牌啊,他说他是打算盖牌了。 啊,还是跟了,哎呀,太坏了呀,Slow Row,你有Ace,啊,我竟然比Ace还大诶。 来看这一手牌啊,翻牌已经发出来了,267两张草花,我靠,这是个超级战斗面啊,Nate Hill六七两对。 呃,Peter老板这边是一个,这是一个,哎呦,童花顺的听牌吗? 三五草花先手,夹住到了1400,Nick老板呢,A花听牌呢,在庄位跟住,紧跟着Nate Hill做了三拜。 这个三拜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你要是草花牌呢,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你要是什么二七这种牌啊,那你就要被我拿足价值了。 皮特还在思考,自己的这一手,童花顺听牌啊,要怎么越营下去。 4000刀的话,O in吗?皮特直接推了,看到一个三拜,一个O in,那么,Nick老板要怎么来选择呢? 基本来说啊,能见得到的就是什么,赛层二啊,六七两对这样的牌啊,这种牌面推出O in,会是跟我一样。 草花听牌吗? 这种牌面推出O in,最终,尼克是负掉了。 Nate要跟住,那么,今晚最大的底池诞生了。 来看看,究竟谁的运气更好一点啊。 Vartucci给了两位对手很高的评价。 哦呦呦,这张转牌,哇,这,童花顺啊,关键是,Nick老板的Ace童花,竟然,已经走了。 哇,他真的是躲过一截啊。 OK, Yeah, I'm not going to slow roll you too much, that's it. 哦, it's straight flush, right there, baby, I had an Ace to slow roll too much. Nick老板第一反应,哎,被一手小童花给干掉了,然后第二反应,哇靠,他竟然是童花顺,我打得也太漂亮了。 这手牌真的是有点戏剧性啊,如果合牌掉的是一张六或者七,那就更有意思了。 好,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这期视频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觉得还算精彩,记得给龙凤点赞,咱们下期再见。 Nate will have better nights, my name is DGAF, I'll be back in the booth tomorrow night for the anti-game, you guys have a good one. 请不吝点赞,咱们下期再见。